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市第十九中学的温浩然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数学 说起数学 相信很多人都会用难 无趣 太深奥等这样的词来形容它 可是对我来说 我却很喜欢数学 因为数学总是能给我带来很多的乐趣 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与数学的不解之缘 据我妈妈说 在我幼儿园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接触一些与数学相关的游戏了 比如说在其他的小朋友都在户外追跑打闹的时候 我会一个人将树枝拼成各种各样的图形 将石块拆分成不同的数量组合 这样的数学游戏玩得多了 一些简单的数字加减法 我就能很快地答出来 父母也很惊讶 明明也没有特意教过我呀 大家能看出这两张图片有什么联系吗 这个图片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节数学课上老师出示的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同学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 只有我一个人举起手来大声地说到 他们数目是一样的 老师特别开心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我说是小石块和小树枝交给了我 同学们听完都哈哈大笑 不知道树枝石块与这些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自己却很得意 我觉得数学还挺简单的呀 但是当我真正做到了课堂里我发现 学习数学其实和玩树枝和石子是不一样的 它更抽象了 它出现了好多的定义和定理 我不清楚它们都是从哪里来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 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它真的是这样吗 有没有可能画出来一个打破这样定义的三角形呢 于是我拿出草稿纸 在上面画出了好多的三角形 每一个我都测量了一遍 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公式是对的 不过经过了这个过程 不仅让我对这个公式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反而让我变得有点走火入魔了 在走路遇到拐角的时候 我总是不爱走那个拐角 我就喜欢走拐角的连线 因为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我不能多走道 说起三角形 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那个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制作小型的木桌子 第一次呢 我用木板制作了一个长方体 但是我发现这样特别的不稳固 一推直晃 那时我突然想到了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于是我立即在桌子的侧面 构造了两条对角线 使其产生了四个三角形 从而增加了稳定性 做完这一切我特别地开心 原来学好数学真的能应用到生活当中 有了这次经历啊 我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的痕迹 比如井盖为什么要做成圆形的呢 大家知道吗 因为只有圆形的井盖找不到对角线 这样无论怎样移动圆形的井盖 它都不会掉下去 在井底工作的人员就有安全保障了 如果我做成了三角形或者是正方形的 那么其中一点就是它不好运输 而且是它们有缴 在运输的时候也很有可能会被磕碰坏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 我妈特别爱买彩票 然后但是她买了很多很多次 就只能中几块钱 我爸就经常劝她说 您快别买了吧 中一登奖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 基本没细 我就很好奇 这个彩票的中奖率到底是多少呢 于是我就以双色球为例 双色球呢 有33个红球和16个篮球组成 每次开奖都维持在 6个红球和一个篮球 所以我要想到中到一登奖 就必须要满足6个红球和一个篮球 全部与中奖号码吻合 我计算了一下 这个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一 这个概率非常的小 就算我想中到5块钱 它的概率也只有可怜的6%而已 我就将这个数据生动地告诉了我妈 我跟她说 您呀 要中一登奖 就好比在北京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随便拍一个人的肩膀 发现那人是谁呀 是我爸 我妈听了以后笑笑个不停 从那以后啊 她减少了她买彩票的次数 也少花了一大笔的冤枉钱 那时候我真觉得数学真是个好东西 也是个省钱的工具 说起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啊 我还有一个例子 那就是 有一次我偶然间 发现了一个同学 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 竟然是一个大写的X 我就很好奇 这个X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赶紧上网查阅了资料 我发现 这其实并不是英文字母X 而是罗马字母10的意思 这个字母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身份证当中 扮演着教验码的角色 比如在我们输入考试信息的时候 经常要登入身份证号码 如果我们输错了 那么系统会直接报错 这就是因为这个教验码 那么这个教验码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 我非常的好奇 原来 它的产生来源一种很古老的数学算法 叫做七十一法 想研究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把身份证号码的前17位数字 每一位分别成一个不同的系数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余数 这个余数就有可能是从0到10当中的任意一个数了 科学家们把不同的余数 分别对应不同的教验码 因此我们身份证最后一位 就很有可能会出现10 也就是X了 科学家们就是用这种巧妙的方式 保证了我们身份证 最后信息输入的正确性 真的很聪明 前几天 学校组织我们去故宫春游 当走到那宏伟的太和殿前面时 老师说道 这个建筑体现了中国人 天元地方的建筑理念 我就很好奇 这个理念和数学有什么关系啊 原来这个故宫的古建筑的造型 文饰以及截面的形状 基本都与根号2有关 比如在我身后的这个太和殿图片里 它的主垫高度约为26.1米 它的屋檐高度B约为18.54米 它俩的比例就是根号2 而屋檐的高度 与屋檐下的高度C之比 也是根号2 那根号2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我发现 原来根号2就是 天元地方这个概念里 方圆比例的最直接的体现 我以前不知道 原来中国古人 还有这么多 关于数学的有趣智慧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叫做《被数学选中的人》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瑞士科学家欧拉 当我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感到非常的陌生 但如果我把这些符号出示 大家还会感到陌生吗 没错 这些都是它所创造的 我们基本每天都在和它们打交道 它创造了这些所有的符号 非常的厉害 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他在31岁的时候右眼失明了 他在59岁的时候双眼都失明了 就算是这样 他也从未放弃对于数学的研究 直至生命前的最后一刻 他也在研究数学 我想他对于数学 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才能让他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 创造出那么多伟大的数学思想 我想作为一个身体健康 生活环境还算优越的年轻人 如果我也有一颗像欧拉一样 热爱数学的心 那么或许我也可以成为一个 被数学选中的人 数学之美是天然而又纯净的 正如欧拉公式 E的iPad次方加1等于0一样 它包含了五个数学界最基本的常数 它蕴含着宇宙的治理原则 它引领着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宇宙中散发出 自己的点点星光 谢谢大家